大家好,正文开始之前,麻烦大家点击订阅,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。 集成电路被称为电子产品的心脏,是所有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。 当前,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持续保持高速增长,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,产业发展支撑能力显著提升。 但整体技术水平不高,核心产品创新能力不强,产品总体仍处于中低端等问题依然存在。 在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来临之际,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。 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今天正式成立,在今年年初的时候,国家通过了一项决议,正式将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列为一级学科。 清华此举无疑也是起到了一个表率作用。 作为我国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,学院致力于破解当前卡脖子难题,同时让未来不再被卡脖子。 清华大学邱永校长现场讲话中表示,清华大学成立集成电路学院,就是要集中精锐力量投向关键核心技术主战场,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创新人才, 为实现集成电路学科国际领跑,支撑我国集成电路事业自主创新发展,做出更大贡献。 邱永校长还强调,只有加大集成电路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,才能有效破解我国集成电路卡脖子局面。 只有着力强化集成电路学科的发展,才能有效支撑我国,走向集成电路强国,以集成电路学院成立为契机。 清华将多学科交叉融合,加快培养紧缺人才,推动我国集成电路,一级学科迈向新征程, 并坚定要打造自强之心,以自强的心打造强国的心。 值得注意的是,这不是简单地挂个牌子,改个名称,换个工章,而是要进行变革,这是一次颠覆,一次重生。 网友们表示,芯片学院来了,太提气。 一直以来,清华大学就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黄浦军校。 自1956年设立半导体专业,清华大学在集成电路领域, 迄今已培养本科生4000人以上,硕士生3000人以上,博士生500人以上。 2016至2020年,超过7成的毕业生进入集成电路产业和科研一线。 由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校友,创立的较为知名的芯片公司,多达27家。 2020年,中国半导体集成电路市值前10大企业中,清华校友,创办或担任CEO的公司,占据6席,并包揽前3。 这些企业从国家大基金和A股融资超千亿元,缔造出超过6000亿元市值的清华芯片圈。 中国内地规模最大,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,中兴国际。 尽管只有18年的历史,这其中却几多风雨几多秋。 而在四轮高层人士走马换人中,有三位关键决策者都曾是清华电子系的学生。 现任清华紫光展瑞CEO,曾学忠同样毕业于清华大学。 199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,曾学忠随即加入了中兴,一直做了20年。 2016年,时任中兴通讯执行副总裁,终端CEO的曾学忠宣布离职,加入紫光展瑞。 在这短短三年间,有两家AI芯片独角兽的核心站队都来自清华电子系。 新一批电子系学子已经进驻到各家主流芯片企业,在全球AI芯片浪潮养精蓄锐,等待着时机站上芯片浪潮之巅。 清华系公司之所以能成长为芯片设计领域的本土霸主,不仅源于清华大学本身优质的教育资源, 更受益于同门师兄弟们互相投资,互相提携,在资本市场上充分联动。 最终所形成的圈子力量,以清华系为代表的中国芯片企业,无疑凝聚了市场最胶着的目光和期待。 十年数目,百年数人,人才的培养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, 特别是集成电路这种综合性人才,更需要科学系统的培养。 集成电路学科以物理、化学、材料科学等学科为基础, 涉及电子信息、仪器科学与技术、电气工程和机械工程等相关工程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。 具备深厚的理论背景和鲜明的工程特点, 不仅需要兼实系统的基础知识和交叉学科知识的理论培养, 也需要产教融合,实训实践的工程培训, 更需要优秀人文素养和全面均衡能力的塑造。 今天成立的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将瞄准集成电路卡脖子难题, 聚焦集成电路学科前沿,打破学科壁垒, 强化交叉融合,突破关键核心技术,培养国家急需人才, 实现集成电路学科国际领跑,支撑我国集成电路事业等。 自主创新发展。 记者了解到,集成电路学院将由原微电子与钠电子学系与电子工程系共建, 发挥清华大学多学科优势, 探索一加N联合机制, 与相关院系成立交叉研究中心, 实现完整覆盖集成电路产业链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公关。 在师资团队方面,将通过监聘、双聘等灵活务实的用人机制, 建立一支高水平教学科研师资队伍。 同时,学院将与产业链各个领域的头部企业进行全方位产交融合, 面向产业最先进技术和最迫切需求, 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学研究。 在人才培养方面,集成电路学院将招收本科生、 专业型硕士生、学术型博士生以及专项博士生等 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学生。 本科生培养将采用大类培养和书院培养模式, 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将以高层次创新人才为主。 最近,杨岚访谈录对话中微公司创始团队的领头人尹之谣博士。 尹之谣博士介绍,芯片制造一条大的生产线要上百亿美元的投资, 其中70%左右用来买微观加工的设备。 大类有10多类,细分设备达到170多种。 在芯片领域,每个具体设备在国际上只有两三家能够做到, 是一个高度垄断的行业,也是我们被卡脖子的主要原因。 尹博士表示,我们国家的芯片发展 其实速度很快,在中端和低端的芯片上已经具有相当的实力, 但是在高端芯片上还有相当的差距, 还受制于国外的设备、逻辑器件, 大概技术水平上差三代左右。 像国际上最先进的晶圆厂, 5纳米已经量产,而且3纳米很快就进入量产了。 近40年来从美国起源的芯片技术不断向亚洲转移, 现在在国际上80%以上的生产线都建在亚洲, 美国的芯片技术和制造已不是世界最强的了。 在芯片半导体行业,国际之间是在不断竞争, 但又相互依存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。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揽所有技术和设备, 美国本土它能够做的芯片或者做的设备也是有限的, 也有将近一半的设备和材料要从日本、欧洲和亚洲进口。 尹博士认为,我国在芯片产业链上虽然还落后, 但也有自己的优势。首先,我们从芯片的设计到芯片的制造、 设备、材料等产业链的各方面都有布局,各环节比较完备, 我们正在不断地推动技术上的进步、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。 其次,在专业的人才上,华人在集成电路的历史上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。 尹博士自己在1984年英特尔中心研究开发部工作的时候, 就注意到,很多研发题目组的组长和技术领头人都是华人。 再次,在理论研究和基础开发上, 华人对美国集成电路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 目前,最先进的5纳米、3纳米的三极管的结构, 其实是一位华人教授胡正明早提出来的, 因为中国人注重数理化、工程技术,又有耐心, 最适合搞集成电路。 综上所述,华人在美国的集成电路的各个方面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, 只要我们有一定的耐心, 将来一定会成为世界芯片领域先进的国家。 可以预见,随着新芯片学院的成立, 清华大学有望培养出更多, 更强的半导体人才, 发表更多突破性关键科研成果, 为中国半导体行业添砖加瓦加速国产化进程。